左看看 右瞧瞧 巴黎鐵塔居然鬧雙胞 不是變魔術 而是法式幽默在今年愚人節 开了一个大玩笑 只有本尊的十分之一 接近十层楼高的仿座 在创作者眼中 不是艾菲尔鐵塔的亲兄弟 而是鐵塔妈妈的小宝宝 豆去打造出身正名 还有婴儿哭声和摇篮曲 小鐵塔艾菲拉 是艺术家的必身梦想 也成为巴黎游客 拍照打卡的新景点 在新闻 吴贵珍便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